我們現在馬上來用一下這個NMI萬彩動畫大師 那一樣的,首先就請你 這個我就丟掉了,這個不需要的 首先你可以看到我們左手邊有沒有很多的範本 對不對,這裡有很多的分類 那當然你也可以從上面直接挑 總共目前有717個 它隨時就是一段時間都會有新的 都會有一段新的範本 所以你可以不愁怎麼使用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如果你想要哪一個,你就把它點進去 它就從網路上下來 所以用這個軟體事實上還是需要點到網路上 因為它的範本都在網路上 好,進來了 我就先把這裡收起來 放到下面來 你有沒有覺得又有一種感覺 跟腳上好像 對不對 但是記得一件事情 不管你選哪一個範本 第一件事情不是馬上做先預覽一下 因為你不知道它的動畫長什麼樣子 對不對 所以你先預覽一下 看看說 我選了這個範本 它做出來效果如何 這樣了解嗎 好,你就先看看 那如果你確定OK 好,你想要用這個的 你再使用 萬一不喜歡 你就怎麼樣 回到首頁就好 上面這也回到首頁 你有沒有 它問你要不要保留 你就活 這樣就回來外面 就回來外面 就可以再選其他的 來試看看 當然啊 我非常不建議各位 用上面這個功能 你就PowerPoint上升就好 但是不要把它的內容拿來裡面 對不對 你要用這樣子的話 那你就回去用PowerPoint就好了 幹嘛 還隔一層紗 對不對 你就專心做你的內容就好了啊 就不要拿這個來用 所以我通常不鼓勵各位 把PowerPoint再拿進來用 你要就在這裡面去做新的 這樣一下 那你先找找看 什麼 那個感覺 看你要哪一個 就把它抓進來 其實範本還蠻多的 右手邊那裡有很多 你看 很多對不對 好 那一樣的 左手邊這個 你看範本之後 其實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我們左手邊這邊 就是它的葉樹 就是它的葉樹 所以你可以點點看 下面時間走也很清楚明白 如果你的時間走不夠大 你可以把它稍微拉開一點 哇 有沒有發現物件好多 你這時候就會說 我還是 乖乖的套用就好 不要改 沒有關係 等一下我告訴各位怎麼弄 那這種做到的時候 你稍微了解一下 有這樣的東西 那萬一你真的想要套用這個方法 比如說這個字你要改 你要怎麼改 你看我點它 有沒有發現好像點不到 有沒有注意到 我點了好像沒有作用 為什麼 因為它有一個功能叫做字幕 那這個呢 預設時間軸並沒有打開 你看我們下面這裡 你看我們左邊下面 有沒有一個叫做字幕 有沒有 有沒有 你如果發現字都固定在 螢幕的中間下面的 那個就是用字幕功能 字幕功能 所以你必須先把字幕打開 這個地方 你來這裡按一下 你注意一下時間軸 有沒有發現時間軸多了一個這個跑出來了 有沒有看到剛剛那個切字 就是在這邊 所以這個是你在編輯的時候要特別留意一下 你看我點到它 我回到這裡來 這個 你就點兩下 動動 也不是這個字 就是你如果有需要字幕的話 修改字幕 就在這邊 那你應該知道這個 這個 應該可以試聽一下 好的 要先選一下角色 有沒有 普通話 給它確定一下 試聽 方向交際是否不確責 這樣了解 如果你想要這樣 你可以把它直接進來 同步 直接進來 它就跟你在一起了 就把你語音就產生好 這是它字幕功能裡面很特殊的 很特殊的 它其實這個 你看到這些語音配置 有沒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有沒有 比剛剛 腳上是多很多 因為這個部分 它跟一個雲端服務做結合 叫做遜飛語音 遜飛語音 等一下我跟各位介紹一下 你在這邊 比如說你看普通話的 下面還有別的 還有別的 那你就可以從這邊 確定 試聽一下 就有不一樣 方向交際是否不選擇 就這樣都一樣 所以看你要不要保存而已 這樣會不會改字幕呢 其他改的那個都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只有字幕這一塊你要特別留意 因為它跟那個一般的物件不一樣 你選不到 你選不到 有沒有 我都抓不到它 只有從這個字幕打開 你如果不打開你還看不到它 所以假設你就想要用人家的方法 那你可以試著用這樣子來做買判 OK 那就先跟你玩一下囉 等一下我們要自己從頭開始做 對不對 老是用人家放的你應該不好意思吧 也要有些自己的想法對不對 所以呢 等一下我們讓各位實際從頭來做看看喔 好